所以我今天呢我就 再一次标注 半径 选他 拖拉到外面来 那这边的话呢我如果要改好选他 然后按下这个形式特别注意哦 预设值这边有个叫修改 原来是在文字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就在这里而已啦非常好找文字 往这边找 文字对齐 文字对齐预设是什么呢 这个对不对对齐 标注线有没有你就直接改成什么呢下面这个就好了改成ISO标准就可以按确定 那你我们来改 比较一下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好了其实那个 半径修正用呢 半径修正用这地方修改 文字 有没有发现 这边呢其实只有这个地方改而已 ISO标准 那有的时候说真的好你常常在 这么多东西我怎么知道什么设定是怎么样啊其实 我 AutoCAD里面有个预览 功能 有没有发现 差别在哪里有没有 你如果原来像这个样子 ISO像这样甚至如果说你想知道水平像什么你把它点下去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你是垂直的线段他就刚刚好在中间 他跟ISO标准又不太一样 如果说你今天是要标一个水平的字的话 你就直接用水平就好了好这地方 那我们半径修正用是这一个所以我们把直接选取他 改成什么呢 半径修正用 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当然另外里面 你可以按右键右键里面就会还有个什么的标注的 文字的位置 记得是右键 这边还可以再做一些设定 比如说你字要字中啊 还甚至你可以怎么样的单独 移动文字字还可以跑开来 所以这地方的话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比如说字中